嚇得鞋子都掉了 人來人往的百貨公司 竟然又爆出隨機殺人事件 男漢經濟道 城南市盆堂驅疏 縣站附近的百貨公司 一名年輕男子 先是駕車撞上人行道 接著展開恐怖屠殺 這名穿著黑外套 戴口罩又戴墨鏡的男子 闖入百貨隨機砍人 經過警方調查 原來他是一名送貨員 疑似患有精神疾病 兇嫌弱往後 不斷向警方公稱 他是受到不明組織雇用 裁判案 而且一直覺得 有人要害他 無獨有偶 十天前首爾心靈洞 才爆出街頭隨機砍人案 光天化日同樣是嫌犯 持刀隨機攻擊 現在一連串事件發生後 南韓網路上竟然陸續出現 多起殺人預告 引發關注 不僅釜山幾個大站 被點名出現殺人預告 還有人說 要去前女友住的地方犯案 警方擔心 無差別攻擊 在南韓蔓延出現模仿犯效應 專家分析 進行無差別攻擊 都會選擇人多或是鬧區 一部分也是這些兇嫌 平常與人群脫節 想藉由犯罪 引人注目 針對接連發生攻擊事件 南韓警方 周五宣布展開特別行動 包括如果是疑似 持有武器的人 通通通要接受檢查 加強警力部署 但南韓人心裡的焦慮 還是難消除 現在來到賣防身用品的店家 從防身噴霧到電擊器 南韓民眾各個求自保 只是犯罪率越來越高 或許也跟南韓已經將近26年 沒有在執行死刑有關 南韓不少民眾期盼 這些重大案件的罪犯 能獲得死刑或終身不假釋 回到法治根本嚇阻 或許才能降低再有 類似事件出現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